国拼参加德班士拼赛的名单正式公布出炉 有惊喜也有失望 马林王浩选择再度惹起了争议 辜负了刘国梁的信任 肖战他的选择却获得了广泛的胜赞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咱们中国乒乓球队参加5月份德班士拼赛的大名单 在今天由中国拼协官网已经正式的成员落定 官宣了这份名单 那么可以说伴随着这份名单的出炉 也暗示着我们国拼全新启航的这套教练组 他们也在这一次国际比赛中做出了他们最终的选择 马林王浩以及肖战三位国拼的教练员 两个主教练一个混装组长 他们三个人也在不同的单向上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而这一次选择做出之后 很显然马林和王浩的选择再度引起了争议 让刘国良肯定是内心感觉到非常的失望 而肖战他的选择则没有辜负刘国良对于他的信任 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这一份德班士拼赛的参赛名单 随后再解读一下 有哪些人为什么会让大家失望 又有哪些人为什么会给我们惊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本次参加德班士拼赛男单比赛的分别是 樊振东 马龙 王楚清 林高远 以及梁静坤 参加女单比赛的分别是 孙颖莎 陈梦 王曼玉 王毅迪 以及陈幸彤 参加男双比赛的是 王楚清和樊振东的搭档 以及林高远和林诗栋的搭档 参加女双比赛的则是 陈梦 王毅迪的搭档 和王曼玉 孙颖莎的搭档 而参加混双比赛的 则是王楚清 孙颖莎的搭档 以及林诗栋 快曼的搭档 那么伴随着这五个单项 所有的报名名单出炉之后 那么很多球迷就开始讨论了 为什么说国平的男女队 主教练 马林和王浩引发了争议 因为我们在这一次 国平男女队 参加单打比赛的报名中的 各五个队员中 我们看到的只是球队的老将 和一些边缘主力的中生代队员 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名年轻的小将 能够报名单打比赛 这无疑对于我们国平 未来的发展是一个重创 那么为什么刘国良在新的周期 取消了李笋和秦志俭的 国家队主教练的职务 而任命了马林和王浩 两位年轻的教练员上位 刘国良的一片苦心 就是为了希望在这两位年轻的教练员的 带动之下 能够为国平培养挖掘出更为优秀的年轻运动员 找到国平未来的接班人 培养国平未来的希望之星 但是很显然在这一次大赛到来之际 大家都希望我们国平男女队 我们所报名参加单打的 这各五个名额中 至少你得拿出一个 留给我们国平未来的一些希望之星来报名 但是呢 最终却都是选择了那些老人 我们中国乒乓球队 我们如此强大的实力 为什么在如今出现了这种人才断层的问题 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平男女队的主角练 没有魄力 不敢启用年轻队员 这成为了最大的问题所在 举个例子来讲 就像林高远 这种边缘的中生代的主力球员 对吧 边缘主力 那么他在此前一系列的国际比赛 甚至说不是一次两次 十次八次 三十次五十次的机会都给了他了 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在关键比赛中掉链子 崩盘 甚至连续一轮游 对吧 难道机会给的不够多吗 相反 如果你把这些机会给到一些更为年轻的 03年的相鹏 05年的林氏洞 让这些队员去参加一些更为重要的 这种时评赛的这种国际比赛的单打的话 或许他们即使是无法打到最后 哪怕是第一轮或者第二轮第三轮淘汰了 但是他们可以收获这种国际大赛的单打比赛经验 这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但是你交给林高远 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虽然这种类似的用人在国平男女队都是存在的 所以说就使得国平男女队的主角恋 王浩和马林这一次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失望 相比之下 肖战在总结了上一战 新加坡大满贯的经验教训之后 在樊振东和王满玉身兼三个单向 身体体能出现情况之后 肖战这一次调整了混双宝贵组合 对吧 保留沙头组合的同时 又给林诗栋宽办报名 而撤销了樊振东和王满玉的组合 让这两个人安心的冲击单打冠军 对吧 这算是一箭双雕的好消息 也能够为国平培养新人 肖战是获得了广大球迷和国平高层的认可和胜赞的 那么马林和王浩则 无疑需要向肖战这个老前辈好好学习一下 对吧 好